好 那我就把時間交給哲偉 喂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哲偉 那我其實延續今天上午跟大家介紹這個 想要把一些既有的開源專案 然後跟在地的朋友聊聊看 試用性也好 或者有些導入的可能性 那我這邊還是先 因為說真的 G20V過往 這個這麼多的專案去哪邊找 也是我們社群的一個專案 就是找專案也是一個專案 那我們之前有透過Google spreadsheet去匯整了 大概將近170個比較成型的長期專案 那這樣的一個資料呢 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查詢的頁面 那我們導入的是SDG1到17 另外再加上一些18、19、20 這個比較是我們看到社群專案的一些特色 有包含資訊的解讀、媒體試讀 還有開放資料 還有一些跟政治選舉相關的一些資料應用 那假設今天我對於 例如說健全生活品質有興趣 我可以點選這個標籤 那下面就會提供給我過往不同的專案 他曾經做過跟健康相關、跟生活品質相關 例如說這個血庫的資料 例如說現在的血型缺少什麼類型 或者說近期有這個做智慧見檢 例如說我們縣市政府也會負責健康的見檢 那這一塊當然也可以有一些數位化的想像 所以這部分就是一個簡單的查找 那還有其他的標籤 如果大家對這些議題領域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試著去查找看 那我回到共比這邊呢 我們就延續幾個 今天我有聽到一些朋友跟我分享的部分 首先大概一個是 也是花東這邊的一些 算是計畫支出的分佈地理的空間 然後他當然會希望有 比較是數位化的一個圖台 可能有地理的展示跟類別的展示 跟一些統計 那例如說每一個計畫 它是屬於醫療類型的 或者是建設類別的 這其實都可以變成是一個 不管是內部管考或對外 有一些傳達的一些功用 所以那這跟早期做 2012年那個中央政府總預算 跟到台北市 還有就是曾經在台中的參與市預算 也有做過類似這種 就是哪一個行政區有做過 某一個參與市預算的提案 它也是一個地圖 所以這部分好像可以把它 看看怎麼一起來形成那個方案 那另外就是也有朋友有來詢問 關於這個信服存者的部分 就是我記得那一位朋友是分享說 這邊的課後輔導蠻多有學校支持 那不過基本上只要有涉及 跟小朋友有一些互動 然後有一些點數累積 那其實這個方案都可以去評估使用 那這個還有一大類的會是 就是這個GISD通報的方案 那這邊我也可以 也開給與會的一些縣市的同仁可以參考 就是說我們這邊收到的訊息是說 像這一次的0918的地震 那其實會仰賴每一個不同位置的人員去回報資料 因為如果縣府要做一個救災的決策 那總是要先知道全縣到底哪邊的道路破損 有多少案件或在哪邊 那有影像的話就會更清楚 所以我們這邊就想了一下 過往跟地理資料澎報相關的 例如說像今天玉凱跟小海有參與的部分 就是有一個農地違章工廠的舉報 那本身它進來這個網頁就是已經是一個地圖化的介面 所以假設點選這個我想要新增資料的話 那其實使用者在它的手機也好 或網頁介面都是可以很簡單的去拖曳到一個地點 那點選下去就可以再新增照片 跟一些我們期待它所填寫的欄位 這是一類過往社群所做過的跟地理通報相關 那這邊我播出一個另外一個專案 那雖然這個專案沒有最後跟台北市合作 不過它也成功做出一個算是demo 用LINE的機器人讓里長去回報 它是要休數還是有什麼道路倒塌 或是路燈故障的回報這樣 它直接在LINE裡面去回報 那也可以確保這個里長打字就不用那麼辛苦 然後它打字你可能打錯字也好 或什麼方案也很麻煩 一樣也是可以在介面中直接拉出它要通報的地點 那因為這整個背後都數位化 所以也會有通報的時間 會一些我們希望它再回傳的一些描述 那不過這個方案當時跟台北市資訊局的溝通 我們的社群朋友也有寫一篇紀錄 那這邊也很完整地去紀錄說 當時資訊局考量的部分 他們希望跟1999這個大系統結合 所以這個工程就相對浩大了一些 那這個裡面文章都有在詳細 分享一下兩邊的一些看法 那第三個方案就是 一個叫做群眾標註的一個 算是收集資料的工具 那這個還滿特別的 它就真的只是來收集照片資料 那有地點屬性 那我們這邊可以挑一個它比較早期的 這個針對淹水的群眾標記 就是針對淹水事件 我們也會好奇說哪邊積水 哪邊已經淹到膝蓋 那這邊最低線可以看到這個狀況的人 都是在地的居民或者是林立長 所以就希望讓這樣的角色 直接在手機界面上去通報 那通報之後當然它 我們就期待它去標註 是說你覺得淹了多深 所以最後它可以做一些 或同步來說它可以做一些分析 例如說這一次這個資料集 當時有這些地點的通報 那它的統計也可以在後台直接看到 例如說它的有些標籤叫做整個輪胎 還是半個輪胎 或者是整個轎車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一些圓柄圖 那上傳的排行是看這個帳號 還有後面一些就是欄位的資料 都可以做一些統計 還有時間 就是集中在哪一個時間點去上傳這些資料 那所以跟剛才整個救災的情境來看的話 這幾個方面我覺得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參考 當然大家很多需要客製化 或是跟整個行政流程做結合的調整部分 不過這幾個大概都可以去做一些基礎來做開展 那最後一個今天有稍微實作 就是把HackMD的書本模式應用到一些花蓮的 比較上位政策文件 那我這邊是挑選這個 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 那這部分因為它過往行政院都是用PDF釋出 那這次也感謝Ronnie去把PDF檔案 轉換成HTML的格式 那轉出來之後我們就想說進一步再把它做成一個 HackMD的書本模式 等於左邊就有一點像是目錄欄位 我可以直接點選這些目錄架構 那因為HackMD本身手機介面也算比較方便閱讀 所以就不會說在手機要打開一個大的PDF檔案 其實是沒辦法去進行閱讀 或者是複製裡面的文字 那這一塊還在進行 就是之後它會陸陸續續把HTML資料 再把它搬到這個HackMD上面 那所以今天的話大概是有探討這幾些 這些的既有專案然後導入到花蓮的可行性 不過我想我們也沒有整個仔細的去看 這個將近170個專案的適用性 所以如果大家回HackMD結束之後 也可以持續去幫我們瀏覽看看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你覺得像這個物資管理平台 這個其實也蠻夯的 其實不只這個專案 還有過往也不同的專案 都想要嘗試把這個物資捐贈 還有就是受贈單位的一些系統做出來 那如果有相關的這個成果 或者你發現到某個專案 很適合在網花蓮去推動的話 你可以到這個共筆裡面 再直接新增你看到的項目 欸 你有計時嗎 我想說你沒有計時 我就一直在講 那我真的沒問題 那我再多講一個東西就是 因為GIV這邊 我們可能說有將近800次提案 170個長期專案 你覺得還不夠的話 我們這邊有統整國內農委會 台唐總統盃黑客松 NASA國際松 就是以黑客松為名義的各式各樣 就是曾經辦過的黑客松 那這個東西 他們曾經命題過的題目 跟曾經提過的解決方案 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來源 特別是有些主題部會 例如說海委會 他針對海洋的黑客松 那他在命題上 就非常的針對海洋的情境 去做命題 所以這邊就包含像台電 他也常常做能源相關的黑客松 比如說氣象局 今年也做一個天氣黑客松 內政部 勞動部 國發會做地方創生的黑客松 那一些交通部門 像台北捷運 新北市交通局 台水 水利署 漁客松是AIT舉辦的 就是比較國際的跟海洋相關的漁客松 那還有農業相關 農委會其實也曾經針對農業的部分 來讓大家用黑客松的方式去提案 台塘自己也做過 然後教育部當然也常常透過這個方式 來讓學生去參與 所以這部分的整理也會同步進行中 但未來希望是把他們的題目抓出來 因為直接看題目應該會比知道這個黑客松 來的更有評估的效果 那以上是我這邊的分享 謝謝 謝謝哲偉的分享 好 那我們下一位就請志浩 然後 我幫你打開